大家好 在一年前 我跟大家分享过 这样的影片 新买来的兰花拆植料 用木炭水苔来上盘 当时不知道这颗蝴蝶兰的名称 只见了它叶子圆圆的非常可爱 就跟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圆叶蒸起蝴蝶兰 后面才知道它叫香奈儿 这是它现在的样子 长了三片大大的叶子 中间还有小叶子在长出来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这一年来 我是怎么照顾它的 有的人说 一颗蝴蝶兰一年只长一片叶子 不一定的 有的一片叶子都长不了 而有的可以长几片叶子 只要环境湿度温度适合了 它就那么任性的长 可能有的朋友 忘记了之前我分享它的样子 也有新来的朋友 不知道它以前的样子 那我们先 简单的 回顾一下 当初的样子吧 当初拆水苔 修剪根 然后再喷万能 婚礼液 紧接着 就把它 上盆了 上盆的时候 用的木炭 是我买的 BBQ 烧烤用的 木炭 自己砸碎的 一层木炭 一层水苔 最上面搭了一层水苔 这就是当初 种好的样子 里面这个容器 底下是有孔的 另外加了一个 外杯梅孔的 这样子 内外杯 交贴 这就是当初的样子了 它以前的叶子 颜色比较深 然后比较厚 在我家长出来的叶子 颜色比较浅 然后比较薄 之后 大大片的 比之前的叶子 大了一倍 现在这里 又在长一个小叶子出来 从叶子上面 你就看得出来 它非常的健康 原本这边还有一片 小叶子的 因为太低 我就把它给去掉了 那片 现在呀 它正在积极的生长当中 长叶子 长根 它 正在营养生长当中 你看 这新长出来的根 这边也有根 都很粗壮 然后再看看里面的根 也在积极的生长当中 催泥式的根间 下面的根 非常健康 没有一丁点烂根 平常呢 就是内外被浇贴 但是我是想把它挂起来种 所以呢 就把它 放在这样子的容器里面 就可以挂在窗户上面的 我的窗户上面没有太阳塞到 只有明亮的 散射光 接下来说说什么时候跟它浇水 比如它容器里面没有了污水 并且容器里面的根都干到这样子灰白色 我们就可以跟它浇水 我是用的自来水 直接往里面倒 水位大概就是 这个位置 不能泡到叶子 泡到叶子的话 叶饼里面容易积水烂掉 如果赶时间 几分钟就把内被拎上来 外被里面的水倒掉就是了 非常简单 如果施肥的话 就把肥 堆在水里面 也是同样的方法 往里面加 水和肥的高度 就像现在这样子 就可以了 如果施肥的话 泡时间稍微长一点 大概半个小时 让它的根 充分的吸收到肥料 之后同样的把内被拎上来 外被里面的肥料水倒掉就可以了 那有什么时候施肥呢 它积极生长的时候 我就每次就用的肥料水 当它生长缓慢的时候 我就一次肥料水 一次自来水 也就是长得慢 就少施肥 越长 我就越施肥 照顾起来 非常的简单 这棵蒸奇蝴蝶兰 买来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 跟它拆资料 和用什么方式来种 当时也有跟大家分享 如何浇水施肥 现在一年以后的情况 也跟大家跟进完了 这种种植方法 管理起来非常的简单 不用于烂根 不用于生病 长势也很好 好吧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